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好管家 经文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 我想开始分享之前 我们依然低头再次做一个祷告 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透过耶稣基督你已经选招我们 做你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为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主我们看重这样的托付 我们看重这样的职份 因此愿你透过以下的时间 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在面对 今天光怪路里的时代 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 主啊愿你开启我们心灵 也开启我们的耳朵 使我们有受教的心受教的耳 使我们不单单是听道 也做一个行道的人 愿主丢下复兴的火 来复兴天母感恩堂 复兴我们每个人的灵性 主使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成为在这个国度当中 与众不同的一群 主以至于我们能够真实的来宣扬 那招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谢谢你 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最近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 性权小组的志工陈伯豪先生 在接受报章杂志访问的时候 他提出以下三点诉求 第一台湾的社会早就已经进入大众科药的时代 第二使用娱乐性的药物就是一种社交的生活方式 第三请台湾政府应该正视药物文化所开启的新形态亲密关系 看到这则新闻不知道你做何感想 如果你觉得这个时代光怪陆离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多 那么就让我好好的告诉你们 关于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 彼得前书写作时期的背景吧 彼得他是一个没有国家主权的犹太人 他受到当时最强大的罗马帝国统治 他的故乡在巴勒斯坦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以色列的地方 他敬拜独一上帝 可是他一出生就是次等公民 统治他们的国度是一个敬拜多神的国家 连皇帝老子也都被视为神明的化身 罗马皇帝他们具有所谓的神性 不管是已经死的或者还活着的 当时的百姓全部都要把他们当成上帝一样的来敬拜他们 公元六十四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位杀妻侍母又公然地举行跟男人结婚婚礼的皇帝尼路王 他为了掩饰自己火烧罗马城的罪行 他想按自己的蓝图重建当时的罗马城 他不惜嫁祸给基督徒 因为当时的罗马公民一直要揪出这个放火的始作俑者 所以当时尼路王觉得不妙 他干脆就嫁祸给所谓的这个指败独一真神 但是在他们眼中看来是无神论的基督徒 而这一群基督徒在当时公元六十四年 尼路王的逼迫底下发生了很多可怕的殉道事件 其中包括你看到这一张图 右手边有一群基督徒他们被包上了那个成捆的稻草 然后绑在这个木头上 他们身体就被焚烧 有的人就被抓到尼路王当时的后花园 他要纵情艳乐 可是晚上没有照明设备 所以他们必须要透过浇上那个厚厚的瀝青 点火烧这些基督徒的身体来点燃整个后花园 让他们可以在那里的这个在露天夜晚当中 可以像是开这个夜店一样的继续纵情艳乐 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基督徒被包上了兽皮 丢在罗马竞技场 这些兽皮的味道吸引了那些蚕狼虎豹 所以很快这些基督徒的身体马上扒开来吞吃掉 我们可想而知当时信耶稣的人 面对的政治环境是这么的险恶 绝对不是我们今天 在台湾整个虽然有这个政治跟社会上的一些动荡 但起码我们跟当时的罗马时期统治的那些基督徒来比较的话 我们的状况好像似乎清缓很多 尼陆王掌权时期有两名重量级的使徒分别殉道 一位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使徒保罗 他因为是罗马公民享有一个很棒的待遇 就是死亡的时候不用被羞辱钉十字架 所以他是直接砍头受刑 另外一位重量级的使徒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训道 就是写下彼得前书的作者使徒彼得 当时他要求不配跟耶稣正钉十字架 所以他是倒钉十字架死亡 这样的一个逼迫状况长达250多年之久 断断续续 每一波的逼迫你都不知道现在当政者是谁 他对基督徒有不友善 他只要一当政 接下来的政治社会环境如何 你完全都无法来预料 在当时彼得写下这一卷书的社会背景呢 罗马帝国是非常流行堕胎 当时只要丈夫不想要再有孩子 或者是这个太太他生出的是女孩子 溺死女婴还有包括要求太太直接堕胎的 这种社会风气是相当的普遍而且是合法 所以当时母亲常常随着胎儿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感染死亡 当时所谓的堕胎是对妇女的逼迫 曾经何时 今天妇女的堕胎竟然变成一项福利 因为前一阵子美国欧巴马政府宣布他的医疗改革 他下令要求雇主 当你的雇员当中的妇女 他要请求堕胎的时候 你必须要支付这一笔堕胎费 那是给你女员工的一项福利 至于当时罗马帝国还有许多的社会风气 包括离婚再婚再婚离婚 重复无数次淹死女婴 然后或者是生下女婴 把女婴养长大之后 卖去青楼当妓女 以及养这个男孩子 等她长大之后 把她送到这个罗马竞技场当格斗士 都是非常普遍 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东西呢 因为对照今日的台湾 你发现我们生活的时代当中 也有许多的艰难 比如说台湾是一个在国际上 没有任何主权地位的一个国家 或者是被称作所谓的地区 还有我们的社会有许多的不公不义 例如红纵秋事件 现在好像有一点无疾而终 公义没有被声赃 红纵秋事件尚未有任何的进展 过去这个礼拜 关于油的事件不断层出不穷地迸发出来 食品已经形同毒品 而现在又发生了一件事 同志婚姻的诉求都还没有达到他们希望的目的 他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诉诸 毒品要赶快开放 因为这是现代人最流行 亲密沟通的方式之一 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们翻开报纸 当你们看call in节目 当你们打开电视 我们面对今天台湾的社会 你愤怒吗 你愤怒吗 你无奈吗 我们要知道其实彼得当时生存的环境不会比我们好 他们当时连信耶稣都要被砍头 或者是钉十字架 对照我们今天的光景 生活在这一块土地 我们还有明天吗 我们的儿女在这种环境下生活 你觉得他们有明天吗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们 彼得前书是一卷 教导如何去面对时代环境艰难 承受苦难的一卷书 这一卷书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 那就是盼望 即使环境艰难 彼得当时就告诉我们 我们还有明天 问题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明天 我们且看彼得怎么来告诉我们 彼得怎么说呢 他说各位弟兄姐妹 万物的结局尽了 彼得的意思是万事万物都会来到一个终点 不管你今天遇到的状况怎么的不容易 我们总有一天都会来到一个终点 这个终点不是指人的死亡 而是指世界最后的终局 可是呢 末日何时再来我们并不清楚 那你会说什么叫末日呢 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一句话 就是彼得当时被圣灵大浇灌的时候 他站起来对上千人讲道 他引述了旧约先知悦尔书的一段经文 他说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 也就是当彼得站起来宣讲那篇讲章的时候 他已经宣告末后的日子来临了 可是有人会怀疑一件事 有没有搞错啊 彼得那个时候是公元一世纪 距离今天都已经快两千年了 这个末后的时期未免也太长了吧 彼得早就知道我们后来会这么问他 所以彼得后书他怎么说呢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不要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上帝的时间观跟我们不一样 因为人是活在时间的下面 上帝是超越时间的 所以你说两千年很长 主怎么还没有再来呢 可是在上帝看来 两千年就如同过了两天一班 但彼得接下来怎么说呢 主所应许他要再来的事还没有成就 有人以为他迟到了 彼得说他不是迟到 而是宽容我们 不愿意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的来到 贼到你家偷东西 不会说我今晚要到你家 贼都是偷偷摸摸的 突然临到你的家 这不是指上帝是贼 而是指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 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当你们听到很多人在数算 所谓末日的预言 算耶稣基督在公元几年的时候来到 千万不要听信这些话 因为耶稣早就说 我回来的日子你们是猜不到的 可是我回来的那一天 你们一定会吓到 因为像贼一样突然的临到 有人可能认为 因为末世 所以很乱 就是因为很乱 所以耶稣才要赶快再来 因此我们基督徒 在面对今天台湾各色各样乱象的时候 我们能怎么办呢 就不要管 因为反正乱到最后 耶稣就再来了 我就等着被接到荣耀里 所以确实有一些基督徒 在面对末世的时候 是消极的 他不采取任何的作为 可是耶稣有这么教吗 耶稣有说 当我再来之前 你们就当阴阴美带子 不用祷告 只要固定的上个教会 做一个十一奉献 就可以了吗 我们发现 耶稣在福音书当中有多次 用主人跟管家的比喻 来告诉我们怎么预备 他的再来 当时在这几个比喻当中 不约而同的都出现一个字的提醒 叫做警醒 例如路加福音十二章 提到耶稣有谈到一个主人 他暂时要远行 当时没有所谓的高铁 主人远行回来 到底时间几点到 我们不知道 可是耶稣说 这个主人远行回来的时候 不管是三更半夜还是清晨 这个仆人都一定要随时的待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 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或是二今天来 或是三今天来 看见仆人这样 那仆人就有福了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下一段 彼得说 主啊 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说 还是为众人呢 主就说 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主人派他整理 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 看见仆人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当时耶稣讲这一段 仆人跟这个主人的比喻时 彼得是在场的 有趣的是 后来在彼得前书当中 彼得就特别强调 在迎接主来之前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身份 就是做好管家 还有这个好管家 能够如何来预备自己 来去面对主人的再来呢 彼得特别也强调一件事 叫做警醒 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当中 耶稣多次提到 主人来到 看见仆人这样行 那个仆人就有福了 你们羡慕做一个 有福的人吗 路加福音12章 这短短的经文 就三次提到 一个预备好 面对主来的人 绝对是一个 有福的人 想必彼得 在我们今天所看的 这一段教导当中 当时他写到这里 他回想起当年 跟着老师耶稣 耶稣所有一切的教导 所以他强调了 我们管家的身份 并且提醒我们 警醒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从三个重点 来看什么叫做管家 一个和上帝心意的管家 第一个特质是 谨慎自首 谨慎祷告 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 请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慎祷告 这是彼得他提到的 第一个教导 彼得虽然说 万物的结局尽了 但他没有说 弟兄姐妹跟着我 一起隐居在这个 阳明山上吧 让我们不问世事 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吧 彼得没有这样讲 相反的 在彼得前书 第一章到第三章当中 彼得鼓励基督徒 要勇敢地面对 地上的国度 继续为主做见证 所以不管婚姻也好 不管是顺服在上 执政掌权者也好 他都做了一些教导 在第四章之后 彼得清楚地指出 基督徒的信仰 跟教会生活的根基 能够帮助他们 如何回应苦难 而这个根本的回应 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那就是谨慎自首 谨行祷告 你们知道这一段话 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 各位弟兄姐妹 在看到末世越来越乱的时候 你们要做一个头脑清醒 专心一致 进入祷告的人 所以不是指你要谨慎自首 进行祷告分两块 而是你要头脑清醒 专心一致 然后呢 进入祷告 所以祷告不是 头脑不清楚的时候祷告 而是头脑清楚 专心一致地 进入祷告的生活 谨慎自首跟警醒 在彼得前书出现了三次 其实是新约圣经当中 引述最多的一个 所谓的要词 彼得这个教导 铁定一定是受到 耶稣基督的影响 因为耶稣基督 在克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 他走了出来 发现他带了三个门徒 其中一个是彼得 他们都在黑暗掌权的时候 因为十分的忧愁 而昏睡了过去 耶稣当时就说 你们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所以呢 当我们看到 所生存的环境产生 层出不穷问题的时候 我们到底诉诸什么 有时候就是因为台湾在乱 然后这个各色各样的奸商 让他们所制造出来的食品 添加许多可怕的东西 让我们吃了致癌 身体状况更糟 就是因为愤怒跟不满 我们就打开电视 更多的看call-in节目 看一台还不够 接下来还要转另外一台 我们在遇到这些生存环境 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更多诉诸看call-in节目吗 好像彼得没这么教导 如果当时彼得遇到大逼迫 一天到晚走在街头巷围 听大家说 好可怕哦 那个变态的皇帝 又不知道怎么乱来 听到最后吓都吓死了 还能够警醒祷告吗 我们经常让一堆骂声的口水 来淹没我们的理性 然后呢 挑起我们内心更大的愤怒 然后再把这个愤怒 宣泄在我们的家庭 甚至是我们的职场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或许可以来思想一件事 彼得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七到八节 也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的后面 他说了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勿要紧守紧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这一张图 你们可能要仔细看 才会发现 这个跪下来祷告的人 后面有一头狮子 我家里因为没有电视 所以有时候我要了解新闻 我会看一下中时电子报 因为它也有现场网络的新闻播报 有时候我会看中时电子报 针对一些重要的新闻议题 有一些台湾百姓的回应 我在看这些台湾百姓的回应的时候 我吓了一大跳 因为你看那些回应当中充满了许多的章字 很多人透过这个管道跟机会 不断不断地谩骂 如果我们基督徒也是身为其中的一份子 我必须要提醒你 仇敌魔鬼 化身在颠覆伦理 不公不义 还有媒体的轰炸当中 成为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你我来吞吃 我们是那个已经被吞吃到一半的人吗 我们可能在面对很多不公不义的状况当中 我们也跟一般外邦人一样 诉诸不断地看call in节目 诉诸非理性的谩骂 诉诸言语上带着章字的宣泄 可是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 他已经置身在风暴的中心 他当时人是在罗马 他面对一个道德伦理价值 跟他的信仰完全不搭嘎的一个强势文化当中 他告诉信徒 你们一定要警醒地祷告 不要让自己的情绪 随着这个时代的文化来起舞 我们能做的不是让这个时代的声音 来淹没我们的理性 淹没我们的头脑 而是让我们的祷告开始来改变这个时代 或许你会说你讲得太理想了 光是靠祷告 怎么可能改变这个时代呢 基督要再来 末日要临近 世界就是越来越糟 我们越祷告 耶稣可能就越晚一点来 所以呢干脆就不要祷告 错了 彼得当时说万物的结局尽了 但是他偏偏就是教导要进行祷告 你越祷告 这个人头脑就会越清楚 他就越能够看清楚事情的真相 一个人头脑越清楚 他就越能够辨别什么叫做魔鬼发出来的吼叫声 因此他会起来抵挡他 而不是让魔鬼的声音来吞灭我们 让我来举两个例子吧 今年基隆市政府本来准备成立性专区 性专区 发展性产业提供更多元的性服务 当时基隆地区的联导会 我们仔细去看基隆不像台北市 台北市已经有很多的大型教会 基隆的教会其实基本上规模都不大 可是这些基隆的中小型教会集合起来 他们发动一个领导会 他们把关于基隆市政府要成立性专区这件事 发布给许许多多的华人基督徒知道 而且鼓励大家出云心甘乐意的心来 联署反对这件事 结果到最后 议员怎么说呢 议员讲了一句话 因为有太多的基督徒反对这事 而且联署 所以我们就作罢吧 这个市议员还反过来责备基隆市政府说 你市政府该做的事不做 为什么都在想这些有的没有的事呢 你说教会要很强大 他们才会有力量 错了 有力量的是上帝 重点是神选招警醒祷告的人 但是这种人在哪里呢 可是我们发现这一次基隆联导会 他们一起聚集起来 他们发动的那个征战的力量是很大 结果改变了本来基隆市政府 执意要去成立信专区的做法 前一阵子正要二读通过的多元成家法案 原本一开始只有两万多人联署 而今已经突破三十万人 多少基隆徒在这个背后不断不断地祷告 我们不管接下来立法院在二读的这件事上 会不会昧着良心悄悄地这样通过 但是最最最起码 我们基隆徒在这件事上 已经向上帝表明我们警醒祷告 身为一个好管家的职份 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绝对是可以交账的 接下来我要谈的是好管家的第二个特质 叫彼此相爱互相款待 我们来读这两段经文 请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我们必须要说彼得不愧是耶稣的门徒 因为彼此相爱确实是耶稣当时对他们的教导 什么叫做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指的是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些事当中 你要记得第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要有彼此相爱的心 使你们用爱心去包容 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不完全 所以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是指有人犯了罪 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指当教会的弟兄姐妹 越来越多愿意活出彼此相爱的时候 纷争跟结党都会消弥 接着彼得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为什么彼得这么讲 因为当时没有什么 没有很多的旅店 民宿也不普遍 信徒常常出门在外 就需要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接待 这种接待一定会带来重担 可是彼得说不要口出怨言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说法 这种款待可能是开放家庭 因为教会初期建立的时候 被罗马帝国开始监视跟逼迫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建堂 他们当时所谓的教会都是家庭教会 跟早期的中国大陆发展的家庭教会是相似的 所以只要有弟兄姐妹愿意开放他们的家庭 慢慢他们的家庭就是一间教会 在那个过程当中 开放家庭的弟兄姐妹 要承受更多的服事 他们要准备饭食 他们甚至可能要排班 轮流让一些弟兄姐妹分担来带小孩 如果没有彼此帮补 每个进来这个家庭教会的人 全部都想当客人 你想教会会有后来的发展吗 我们后来发现颠覆掉 罗马帝国的社会跟政治的一股力量 竟然是初代教会的这一群弟兄姐妹 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么漂亮华丽的教堂 他们只有在家庭当中寒酸的聚会 但是弟兄姐妹不分你我 就是互相款待 活出彼此相爱的精神 当时的教会后来在罗马体制之下 形成所谓的新社会 什么叫做新社会 就是教会的力量越来越壮大 它的伦理观跟价值观 跟当时教会外的世界完全不同 结果这个新社会的力量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大到一个地步 竟然把当时罗马帝国的信仰 还有社会的风气整个翻转过来 所以当时罗马帝国 他们并不重视婚姻 生女孩子常常是淹死 很多社会的价值观 在我们今天看来 正是很多外邦人所追求的那一套 但是当时的基督徒 完全改变这个风气 直到教会后来 被罗马帝国承认为国教 教会开始可以盖漂亮的会堂 弟兄姐妹们开始在漂亮的会堂聚会 然后教会越发展 越体制化到一个结果 变成所谓消费型的教会 什么叫做消费型的教会呢 消费型的教会秉持着顾客第一 消费者至上的精神 我们要竭力地提供服务 让前来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 宾至如归 这种消费型的教会 主要以满足人的需要为主 所以我们的硬体一定要是最棒 最好提供戏院般的沙发座椅 感谢主我们没有 不然你们现在可能已经听到都睡早了 还有呢 讲到不要长 要像名嘴一样非常的简练 笑话不断 然后呢 来一个百老会式的敬拜赞美 消费者型的教会 努力在营造一种服务的形象 让每个进来的人觉得 哦 教会有这个服务 那个服务 这个服务 崇拜好舒适 有一个信念 我们相信这种消费型的教会 因为提供那么舒服的聚会环境 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留下来 听到这里 你可能觉得有什么不好 现在很多大教会不都是这么搞吗 第一次新来的朋友 可能才刚踏出教会的门 我们感恩堂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台中有一个教会 第一次新来的朋友 刚踏出教会的大门 一通简讯就进来 欢迎你 非常欢迎你 历临我们某某教会 我们邀请你再次光临 服务真是太周到 我不是只这样做不好 但是消费型的教会 在很多满足人需要的细节上 都会留意 就像是我去剪头发 一周内一定会接到美容院的电话 刘小姐你还满意我们的服务吗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呢 确实这种训练有素的教会好得无比 我们也希望感恩堂成为一个非常训练有素 提供弟兄姐妹前来聚会的一个安妥的环境 但是你知道吗 所谓消费型的教会 诉求久了之后有一个潜在的危机 就是陆续加入这一间教会的信徒 可能会很习惯 活在服务当中 活在被服务当中 却忘记一件事 神呼召我们是出来服事 而不是一直被人服务 急获你邀请人说 来吧 我们一起到教会服事吧 他服事没多久就打退堂鼓 为什么 我们来教会应该是舒服的啊 怎么来受苦呢 我自己在社会当中还算被尊重 来教会遇到那个温小平 遇到那个刘信之 算了 我不要服事了 一遇到挫折 我们就受不了打退堂鼓了 我们要小心教会变成 所谓消费型的教会 也要避免自己成为 消费型的基督徒 这一张图 在跟各位讲什么呢 当这个治理教会的人 往台下一看 发现每个人内心都拿出一个牌子 请你多讲祝福的信息 少谈罪跟审判 请你多提供一些节目 给我们的孩子吧 每个人都拿着一张牌子 希望教会满足他们这些需要 因为他们来教会是被服务 他们不是准备来服事人的 被称作牧师中的牧师 Eugene Peterson 他讲了一句话 我把下面那段英文 截录在上面 他说教会如果培养 消费型基督徒 这种做法绝对跟基督教舍己观 完全对立 我为什么会提到消费型的基督徒 服事没多久就想落跑 他如果有一些特别的因素 工作太忙 身体 家庭的因素 那个都OK 如果我们常常因为人的因素 你会发现错了 为什么 我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因为神就是让我们在服事当中 彼此磨自己嘛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在教导我们如何谦卑跟虚极嘛 而你却开始逃离这样的功课 成为一个消费型的基督徒 那不是很可惜吗 初代教会的繁衍 从来没有因为提供 优良的聚会环境 跟排场 让木道友留了下来 相反的 他们在条件不良 又面临逼迫的环境当中聚会 大家反而更能彼此相爱 互相款待 这就是舍己行的教会 以及舍己行的基督徒 公元二世纪 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叫 亚里斯底德 他曾经写了一封信 给罗马皇帝哈德良 他说你们罗马政府 不分金红造白的 逼迫我们基督徒 让我来告诉你 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在干嘛吧 他说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 很多人是友好 善良 谦虚 真诚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不轻视寡妇 我们学习保护孤儿 而在教会当中 那些有很多恩赐 愿意更多给的人 他们没有任何的埋怨 在我们当中 当有一个穷人去世的时候 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 我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 去为他做丧礼的捐助 当一个奴隶或乞丐 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会进食两三天 把为自己准备的食物给他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 因为当时生活条件 真的很不好 以至于你要去帮助一个穷人 没得吃的人的时候 基督徒还自己需要进食 神给别人吃 这对照我们今天哪是这样 我们今天把肺都吃不完了 很多的东西都在挥霍了 我们正因为生活条件太好 所以容忍度就降低 古时生活条件不好 反而更多激励弟兄姐妹来彼此帮补 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我们要相信一件事 颠覆社会世界的力量 绝对不会是在安逸当中产生 而是在十字架的舍己当中产生的 我们最后来看第三点 什么叫做好管家 好管家的特质是 使用所得的恩赐来荣耀神 你们看到这一张图的右下角 有好几个人的手来托住一间教会 我想我最后就是用这一张图 来勉励各位 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跟第十一节 请 个人要造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若有讲道的 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事人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的荣耀 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最后好管家的特质是 运用你所得的礼物来服事神 什么叫做礼物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恩赐 恩赐绝对是从上帝而来的恩典 Charisma Charisma本身就是有恩典的意思 这个恩赐一定是从神而来 每个人一定都有 为什么呢 以福所书说 当耶稣基督升上高天 掳掠仇敌 就透过圣灵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你发现当圣灵在五旬节 大浇灌的时候 古时就曰圣灵不会 普遍性的浇灌在信徒的身上 但是五旬节的那一天 圣灵是普遍性的 临到基督徒的身上 为什么呢 不仅是更新变化 重生他们的生命 而且赐给他们恩赐来造就教会 我们待会会看这一段经文 但我先把这个部分讲完 上帝会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礼物 因为恩赐是从上帝而来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 按着神托付给我们的那一份 把它分享给大家 因为恩赐不是留给自己 而是继续生养众多 就像五饼二鱼 放在耶稣基督的手中 被祝圣掰开 就可以喂养许多的人 恩赐各有不同 因为在罗马书里面 就提得很清楚 一个人的身体当中 有不同的肢体 手有手的功能 脚有脚的功能 眼睛鼻子嘴巴耳朵 都有不同的功能 恩赐也各有不同 所以我们不用去羡慕 别人的恩赐是比较大 我的比较小 想一想 你觉得你的眼睛 会比你的鼻子 更来得珍贵吗 其实都是很珍贵 一个人没有了鼻子 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恩赐没有大小之分 恩赐是各有不同 上帝使用恩赐造就 所形成的一个果效 也不一样 在这个彼得前书当中 谈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 他说有一些人 是属于教导的恩赐 所以你在教导上 要忠心 什么叫做按着神的圣言讲呢 指的是 你要忠心的 把上帝的话讲出来 这一类的人 他的恩赐会显在教导 跟讲道上 会有权柄跟能力 这种人他要做的是 竭力在教导的话语上 回归圣经 把上帝的话 讲给会众听 然后透过神的话 不断地提升 帮助弟兄姐妹 对上帝的旨意 更加地敬升 这一类的人 是做上帝话语的出口 第二类的人 是服侍人的恩赐 这一类服侍人的恩赐 应该跟教导无关 比如说他可能有治理教会的恩赐 所以他后来成为执事 成为决策委员 他有音乐的恩赐 所以他会带敬拜赞美 他有关心人的恩赐 他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招待 陪传道人去探访 有一些人 在教会当中比较少看到 但不是没有 会有医病的恩赐 他为人祷告 那个疾病甚至就离开了那个人 我们不是没有遇到过这种人 确实有 但不是在多数 而恩赐的使用 其实是有阶段性的 你们不要以为 以后到主那里去 恩赐还继续有 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我们知道 有一天 恩赐会归云无有 当耶稣再来 我们进到荣耀里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 不再有死亡跟眼泪 所以在那个地方 不再有人讲道给你听了 你都已经亲眼遇到耶稣 耶稣的旁边有彼得保罗 你还听流星之讲道吗 所以讲道的恩赐 教导的恩赐 直指云地上 所以不用去计较 神啊 为什么你给这个人恩赐 我没有 这个恩赐只是现阶段 这个人要好好管理这个职份 神托付给他的这个东西 然后在地上尽踪 你到了天上 没有死亡 没有眼泪 也不需要有人探访了 更不需要有人来治理 因为基督都已经是永永远远 在这个活度当中做网 不需要有怜悯恩赐的人 有奉献恩赐的人 有施舍恩赐的人 我讲这么多意思是什么呢 好好赶快趁着今生 使用你的恩赐吧 因为主再来的时候 你才要用 来不及啦 因为恩赐是带不到天上的 也难怪马太福音25章那里 耶稣用银子的比喻来教导 他说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有一天主人回来的时候 我们要交账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的恩赐是什么呢 恩赐是从圣灵而来的礼物 神要给谁就给谁 所以你拥有的那一份 都是上帝特别给你的 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 我们反而要问自己 我的恩赐是什么 我如何在这件事上 更加的长进呢 初代教会在大艰难当中 他们持守使徒跟先知的训会 他们颠覆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他们不是故意要颠覆 他们只是不断不断地活出来 不断不断地警醒祷告 不断不断地活出彼此款待 彼此相爱的生活 不断不断地在教会当中 运用他们的恩赐 没有想到 神就大大的祝福这一群 使他们形成一个更新变化 当时时代的新社会 你有这个信心吗 弟兄姐妹们 你是否也愿意回应好上帝的呼召 在面对今天台湾 光怪陆离的现象当中 活出一个舍己形基督徒的样式呢 最后让各位看这一张图 这不是麦当劳 但很多时候教会像麦当劳 你是想要成为一个消费型的基督徒 或下面在教会贡献出 上帝给你的一份恩赐 然后当主再来 或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说 主你交付我们的 当打的仗 跑的路 我都已经打了 也跑了 有公义的冠冕 在前面为我存留 希望透过今天这样的一段经文 让我们知道 社会改革 从教会 我们自己要开始做起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 教会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 初代教会的信徒 就是这样翻转当时的世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再次把弟兄姐妹 包括孩子自己恭敬的仰望 交托在你手中 主我们知道当两千年前 圣灵大交灌的时候 你已经将诸般的恩赐赐给我们 因为圣经说 各样美善的恩赐 跟全辈的赏赐 都是从你而来 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 主啊 我们求你来苏醒 每位弟兄姐妹们的心 主使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 主我们不再是 被着媒体的轰炸 不再是被着世界的价值观来洗脑 甚至被我们所看到的一些 光怪陆离跟不公不义的现象 所激怒 主因为你已经透过彼得 早就已经教导我们 我们要谨行祷告 谨慎自首 主啊 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件事上 我们有多么多么的亏欠 因为比起看call in节目 比起跟着一些人 来异口同声的 唾骂我们的政府 主似乎谨行祷告 谨慎自首对我们来讲 实在太艰难了 主啊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口 是献给这个世界 主让这个世界的声音 进到我们的里头 却不是让我们祷告的声音 来改变这个世界 主因此我们此时此刻 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要悔改 主求你赦免我们 真的在 祷告托付的职份上 我们常常贝欠 主啊 甚至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 因着彼此个性的不和 做法的不同 主我们产生嫌隙 我们有了争闹 我们有了失和 我们很难做到 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主 但是既然这是你透过彼得 给我们的教导 既然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 能够见证出这样的生命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呢 主 请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主 希望听完这篇道 我们不是觉得 有一些地方 感觉不错 有一些地方听过就忘 主 我们希望听完这篇道 我们真的去跟那些 跟我们有嫌隙的弟兄姐妹们和好 主啊 因为这是你的家庭 主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 主 我们不是顺服自己里面的血气 按照自己的行为模式去做 主 我们乃是更多 在彼此配搭磨合当中 学习顺服跟舍己 主 请你帮助我们 主 我还有如果以前 我们因着各样的忙碌 使得我们将我们的恩赐 是埋在地底下 没有拿出来使用 求主让我们能够突破万难 甘心乐意 再次将你献给我们的礼物献上 即使那只是当一个招待 发发周报 主 我相信在你眼中看来 都是宝贵无比 主 因此我们透过以下的诗歌 我们来回应 主 我们到你的面前 求你的圣灵再来充满我们 主 因为当我们靠着人 做不到的地方 我们知道靠着你的圣灵 我们凡事都能行 主啊 愿你来帮助我们 透过复兴之火 纪念我们以下 透过这首诗歌 在你面前所成名的祈求 主啊 愿你复兴我们 愿你复兴台湾的基督徒 台湾的教会 主 愿你透过我们 来翻转台湾这一块土地 主 我们谢谢你 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